在表演的过程中,总有一些演员会因为演技的出其不意,又或者是表演时的过分投入而使得自己的表情管理失控因此给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前者,对于大多数演员而言基本上都是招之急来,熟能生巧。而后者,则需要演员们花费一番心思。不过,对于马景涛而言,这项技能却是让他足够吃香。 1962年,马景涛出生于台湾圣台中时,与同龄的男生们一样,从小马景涛就有着广泛的爱好的兴趣。 但是,在马景涛的内心深处,也许自小时候起,就已经暗暗萌生了日后在演艺圈中发展的想法。 在马景涛高中时期,这一愿望的滋生更加猛烈。 于是,那时候的马景涛就与同学们组合成为一个乐队,并树立了一个目标,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想必。 第四月团一样叱咤风云。 而更加让马景涛欣慰的,还是父亲的开明与支持,与一些传统权威的父亲相比,马景涛的父亲在儿子的爱好和兴趣方面,始终是予以肯定和民主的态度。 尤其是在之后马景涛踏足演艺圈,他的父亲也依然是持着支持的态度,给予马景涛莫大的鼓励。 就是在这样一种开明自由的环境中,马景涛成功考入一所高校的表演专业,后来又去往英国一家戏剧学院进行研读和进修。 大学毕业后,马景涛又来到了电视台从事实习助理。 在实习的这段时间里,通过与演员以及一些电视作品的接触,让马景涛内心又萌生了成为演员的想法。 加上在校期间的学习,没过多久,马景涛就像自己的演艺事业正式进军。 在1984、1988这四年间,刚步入演艺圈的马景涛浑身上下都是对表演的无限热忱。 中间短短的四年时间,马景涛一人就出演了包括星星的故乡在内的七八部电视作品。 1989年,马景涛出演了《春去春又回》这部作品,而这次的出演,也让马景涛毫无逊色的演技被观众们充分肯定。 作品中,马景涛所饰演的性格复杂的张长贵生动鲜明,就在作品推出后的不久,马景涛就荣获金中奖的最佳男主角。 出色演艺圈,就已经能够取得如此耀眼的成就,这也让熊瑶欣赏不已。 于是,就在1990年,熊瑶成功与马景涛达成合作关系,随即便展开与马景涛的拍摄工作。 马景涛的首部熊瑶剧就是雪科,在剧中,马景涛饰演了罗志刚。 果不其然,随着这部作品的热播, 马景涛的演技也在一次向观众们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凭借着这部作品,马景涛又再度获得了金中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对于马景涛这一不可多得的实力级演员,熊瑶自然也是不会白白放弃。 很快,马景涛出演了熊瑶为自己养身打造的又一部作品《青青和编草》。 在作品中,马景涛饰演了男主角何世伟。 由于自身具有非凡的表演功底,并且还得到熊瑶的青睐和欣赏,因此马景涛也被许多观众称赞为熊瑶的御用男主角。 1993年,身为运用男主的马景涛又接连出演了熊瑶的两部作品《梅怀老雨水云间》。 本身就有出众的演技,并且凭一身之长两度夺得金中奖男主角的桂冠。 在得到熊瑶的赏识之后,几乎是每部熊瑶剧出演之后,马景涛都能够获得观众们的掌声与欢呼。 因此,在这样卓越的战绩后,马景涛在演艺圈中走红也是指日可待。 不过,真正让马景涛走红的还远非只是演技精彩那么简单,更让观众们印象深刻的,还是马景涛在作品中频频咆哮的夸张镜头。 正因为如此,马景涛也获得了又一个称谓,豪孝蒂。 这一点,也在马景涛后来的影视作品中频繁可见。 这种夸张又不失生动的表演,也让马景涛在圈中的名气又进一步扩大。 之所以说马景涛咆哮的方式夸张又不失生动,是因为马景涛的咆哮并不仅仅只是表情的扭曲和夸张,还同时倾注了每个角色的特点和情绪特点。 并不只是单纯的为了咆哮而咆哮,在做出这一动作的过程中,马景涛也十分注重感情的投入。 例如这一针画面,咆哮而出简单的一个滚字,但同时也不难看出马景涛的面部随着动作的呈现而体现出的一些变化。 轻轻爆起,眉毛高高挑起,整个脸因为愤怒长得通红。 因此,虽然只是咆哮,但从马景涛的咆哮中,也可以让观众们清楚地感受到角色本身的喜怒哀乐。 而从马景涛其他的一些作品中,尽管也同样是咆哮,但是依旧可以感受到角色不同的心情。 其中,虽然有表情自带的搞笑意味,但同时也是马景涛精彩演技的最佳呈现。 因此,马景涛也喜提了咆哮的这样一个幽默的称谓。 于是,在这样幽默又带有生动的表演下,马景涛也再一次成功出圈。 加上此前琼瑶剧的推波助澜,马景涛在演艺圈中一夜火爆。 而他的咆哮表情,也一样深得网友们的喜爱,在今天依旧为不少网友所热衷和使用。 随着自身的走红,马景涛在这之后的表演也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观众们的喜爱。 伴随着一步步精彩作品的推出,马景涛这一名字在演艺圈中也成为了一个醒当当的存在。 不仅优秀的影视资源接连不断,而且还将事业的重心转向内地发展,与许多的内地当红演员也进行了合作。 然而,那时正值当红时期的马景涛没有想到,属于自己的火爆时期即将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原来,就在自己演艺事业的巅峰时期,马景涛身为一个男人,也难免沉迷于温柔香。 在1993年与第一任妻子离婚以后,马景涛始终是单身艺人,直到2006年与第二任妻子吴嘉妮相遇。 与吴嘉妮的相识,还得源于《风神榜》这部作品,马景涛与吴嘉妮两人一见钟情后,随即就在两个月后善婚。 而为了守护住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马景涛不惜停止了自己蒸蒸日上的演艺事业,专注于小家庭的经营。 后来,随着两个儿子的诞生,马景涛在表演方面也更加力不从心。 于是,在那之后的几年间,马景涛都不再有任何作品推出。 可是,与吴嘉妮的婚姻只维持了十年的时间。 在2017年,马景涛发表了一篇掌文,表示自己与吴嘉妮的爱情已经走到了尽头。 离婚之后,恢复单身和身份的马景涛也尝试着再度回归演艺圈。 可是,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瞬息万变的演艺圈也早已不是马景涛所能够轻易适应和发展的环境。 因此,昔日的咆哮地就这样陷入了视野的瓶颈。 再加上面容已呈现老派,马景涛实在是没有资本在像年轻时那样轻轻松松,以颜值和演技来征服观众们的观看欲望。 即便在此之前,马景涛曾施资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也推出了自导自演的作品,但曾经的热度已经过去,如今的马景涛完全丧失了有力的竞争实力。 意料之中,曾经在演艺圈试炸风云的马景涛,也随之陷入了落魄。 没有作品推出,也没有优势资源可以接受,马景涛仿佛是彻底隐退了一班。 但是,没有人会想到,就在不久之前一个农村内素人婚礼现场,眼间的网友竟发现了咆哮弟马景涛的身影。 一段时间不见,马景涛出落的已是愈发沧桑,这与他昔日的光鲜浪丽完全就是天壤之别。 镜头中,马景涛随意的一身穿搭,再随意的搭配了一条围巾,头发也只是简单的梳理一番便硬腰道场。 尤其是与两位新人并肩站在一起时,更加让人感慨马景涛的金飞锡里,物是人飞。 粗糙和落魄程度,可见一般。 而此次马景涛出现在婚礼现场的目的,就是要进行自己为数不多的一次商演。 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曾经火遍历史的咆哮弟竟然要进行商演,可见在这些年间马景涛的演艺资源已经是空空如也,山穷水尽之时马景涛才不得不选择了商演这条道路。 不过,虽然这一次的出场形势略显心酸,但是演出过后的报酬却也称得上是格外丰厚,一次商演,就已经能够让马景涛赚的30万元。 但对于昔日男神如今落魄到商演的地步,许多粉丝还是直言无法接受。 对于他们而言,他们更愿意相信马景涛是接受朋友邀请才出席现场,完全不是因为差钱或经济拮据才勉强现身。 因此,马景涛的这一举动,也让许多网友认为并不合适,只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但从另一些网友的角度来看,他们更多的也是唏嘘与马景涛曾经与现在的天差的别。 除了这一次的商演经历外,马景涛其实还参与了多次的商演,出席的场合也都是这种小型的活动,完全登不上台面。 而从马景涛这几次商演的形象来看,也能够让人明显地感觉到马景涛这些年的落魄。 昔日精致的形象不在,有的只是逐渐厚移的发际线和一头杂乱的头发。 虽然在演唱的过程中,马景涛依旧热情地展现出自己曾经在荧幕前豪泛狂热的一面。 但是,从马景涛如今的穿衣打扮来看,给观众们的感受也只有油腻。 除了视野上的落魄外,马景涛的生活状况同样不容乐观。 两段婚姻,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留给马景涛的,只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还有抚养他们的所需的巨额费用。 这些压力,对于如今在演艺圈中早已是寸步难停的马景涛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解决个人温饱的问题上,马景涛还要同时关心几个孩子的营养和成长,以及他们日后学习所需要的开销。 从这一点来看,曾经火爆一时,过足了优越生活的马景涛,目前的处境也让他深感落魄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就在不久之前,一张马景涛与几位亲友围坐在一处狭窄的房间里聚餐饮酒。 这张图片一放出,也让不少媒体纷纷报道马景涛家中破旧拥挤,但随后,就被马景涛严厉毙摇。 虽然已经面临落魄的尴尬局面,但是对于马景涛而言,却并不敢怀大势一曲,反而是更加珍惜与亲友的相聚时光。 从这一点来看,也算是马景涛落魄之后的一大不长吧。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